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发喜了 大金刚护法菩萨显化在会场两旁的金色莲花上 佛光照耀整个会场 无比威严 观世音菩萨一直在金光通道上方显化牵手牵眼形象 大放金光 净凭能量源源不绝地倾倒在会场上空 无数甘露细雨飘洒在诸佛子身上 2020年1月12日大法会 南无斗战胜佛官帝菩萨及四大金刚 带领无数的护法天神在天界巡视及护执法会现场 诸佛菩萨及天神不断把神力及能量注入在义工身上 好让他们可以执法及维持现场秩序 观世音菩萨把一个金边的红色大帆盖送到主讲台上方 护法菩萨把师父的莲花从西方极乐世界送到法会现场的主讲台上 非常巨大的一朵金色大莲花 金色童子端坐莲花宝座 手拿观世音菩萨特赐的小镜瓶 随时再翻盖上方 一旦师父显现疲乏状态及能量不足时 金童立刻往师父头顶倾倒镜瓶能量水 在师父给一位差点被亡魂入侵体内的佛友 看菩萨时 金童遵照菩萨 圣令在讲台前护旨 弟子眼见金童 双手发出金光 把亡魂灵体从佛友身上移开 不断把佛菩萨旨意传给亡魂 让他等候师父及观世音菩萨开始 在师父替一位被下降头的佛友 看菩萨时 邪道灵体从佛友身上冒出一极快的速度 冲向师父 金童双手 打出一个金光闪闪的万字佛印 封住灵体 观地菩萨在天界用天眼观察 发现他是从冥界逃脱的众生 立刻传令金童送往地狱成界 此次法会 观地菩萨一直在天上大显神力 护持师父法会 弟子在天上看得眼睛都快转步过来了 以上场景为弟子此次法会所见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 2020年1月12日 答 那个人被下降头的佛友昨天回家就好了 为什么 观地菩萨已经把他身上的灵性弄走了 因为他灵性是地府逃出来的 菩萨告诉我 只有这个人 童子看到的都是真实的 地狱游记 天堂游记 全是真实的 师父验证过了 而且师父让他 童子 要低调 不要到外面乱看 否则就看不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